人力不足 休假要冒失 高喊口號喊出吞忍已久的憤怒 三百多名台鐵產業工會成員 投榜不調 犧牲休假 從全台各地路段來到交通部前抗議 之前不是說要三個人 就是再加一個料望員嗎 哎呦 現在人力不足 有人可以軌道點就是不錯啊 上演行動劇要告訴民眾 人力不足沒有料望員 維修鐵軌的他們 根本命選一線 交通部前他們提出四點訴求 不足的一千名人力要補足 每兩次輪班要有一天完整休假 加班費和夜間津貼 比照勞基法 並且改善惡劣的外戰環境 換我加班費 台鐵產業工會認為 原有工會無法保障勞工權益 所以新組工會 短短一個月就有將近兩千名成員 沒想到還受到台鐵局的刁難 有警察或調查局來關切這樣 聽說有些車班或車站的長官也是會說 你們不要加入 或者是確認他們 中秋節要出勤 休假要落實 休假要落實 還把陸貞司科長台鐵運務署長 從大樓叫出來 把口號喊給他們聽 並且把陳情書交出去 但對方沒有直接回應 對 人力要補足 人力要補足 運務員們接著把寫著類的紙張 貼在交通部門口 我們是希望錄取能夠在一週內回應 對 那如果他們持續不回應的話 那當然不排除用依法休假的方式 官方式這個部分 我們在9月10號禮拜六 我們會召開第一次的 輪班改善小組的一個會議 然後同時讓員工來參與 好不容易這幾天協商火車駕駛員 快要願意中秋節出來開車 輸運出現曙光 但現在運務員的要求 台鐵如果做不到 中秋節有駕駛沒有列車長 火車還是開不出去 有一點TV謝維新葉偉成 SM小組台北報導